大家好 我是Edie 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今天想回到一個之前暑假的時候去台灣參加的一個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叫做藍曬工作坊 它是一種比較舊的技術去沖洗相片 我們這次就一行四個人一起參加這個工作坊 首先那間工作室就是要預約的 之前他會預先問你們拿好一些相片 就是拿來沖洗用的 我們去到之後他就開始講解 整個過程都很流暢很容易明白的 這個藍曬工作坊最後的成果就是這些藍色的圖畫 我自己都覺得很特別 一開始負責人就叫我們用這些酒精紙去抹乾淨那塊玻璃 然後就把碟上面的兩種溶液混合在一起 這兩種溶液就會形成一種好像螢光綠綠的顏色 做好這些感光溶液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逐張地塗進我們的卡紙上 這張卡紙就是一張比較厚的好像水彩紙的物體 然後就打橫打直平均掃進去 其實負責人之前問你拿了的每人兩張相片 就幫我們做了這些膠片 這些膠片就會是我們藍曬很主要的用具 它就會好像列印一樣 列印在膠片上面就是我們那幾張的圖片 它也會幫我們首先檢查過這些圖片 適不適合用來做藍曬的照片 但如果你突然之間改變主意 不想再用這些相片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店員提供的另外一些相片 又或者用這些植物去做藍曬的 然後就要等那些感光溶液乾了之後 然後再把它夾進去這塊木板那裡 然後就要四邊夾了很多不同的夾子固定它 固定好之後就可以放在這些光療機那裡 去照紫外光燈了 那負責人都預先幫我們計好了時間 大概就是兩分鐘一張左右 那我們就要自己計時了 照完燈之後的樣子就是這樣 好像燒焦了的一張紫一樣的 照完燈拿出來之後就可以拆掉所有夾子 然後就拿著這張紫去清水的盆那裡洗 那洗一下洗一下之後你就會看到 本身營光劑的部分就會掉了出來 但是本身遮住的位置就會有顏色 那洗乾淨之後就會剩下藍色和白色的了 之後再用毛巾印乾淨就完成了 負責人還跟我們說如果想微調一下這些效果的話 就可以把它浸在不同的溶液那裡 例如我現在浸這個就是紅茶茶包 那出來的效果就會紫紫紅紅的了 而且如果技術高超的話應該可以做到很仔細的效果 那這個我想是跟茶的那個感光溶液的手法 又或者掌握那個時間都很有關係的 這次我們去這個工作坊其實我們都是很急的預約的 都是去到台灣然後才預約到最後一天就去這個工作坊 那整個溝通都很順暢 而且我們都覺得呢 價錢是很划算的 因為整個的工作坊都很特別 很少可以做到這一種技術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工作坊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樓下的Description box的資料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一類的體驗了 那不知道你們又喜歡不喜歡呢 在這個時候呢我都知道大家呢 有停貨啦 Home Office啦 都可能會很壓抑的 希望這一類的分享呢 可以給大家當是一個舒緩啦 如果有什麼想跟我說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